好,然后我们现在同样还是用那个几率分布继续走 我们直接到那个第四章描述统计 描述统计我们就只要看这个旁边的这个主要的章节名称就好了 你们现在有没有对于像这个集中量数变异量数跟就4.1.3到 就是到偏太语封度这三大节的标题 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到他们都有对应到那个几率分布的重要特征 首先你们可以也同样用Sincerely在这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选了 例如说这个任何一个几率分布的时候 它一定都会给我们 除了给一个它的一个什么 那个几率密度函数控制 还会给我们它的平均值跟期望值跟变异数 所以今天我们所学的描述统计我们常用的集中量数或变异量数 其实都是在我们先有一个假设我们的资料是符合某一 就刚刚我们讲的我们先预期先假设我们的资料符合某一个几率分布 我们才有条件去计算某一种的平均量数 某一种集中量数或是变异量数 对不对 好那刚刚我们不是有讲到 刚刚那个你们作业都有记 那个可以用集中 用那个转换成Z分数跟T分数的集中量数 你们觉得是这边有讲到平均数中位数跟重数 你们觉得有这三个有哪一个是比较是可以转换成 那个Z分数或T分数 就有哪应该说哪一些 哪一些可以 好你们不清楚你们可以跳到其中的每一节去 稍微瞄一下那个公式就知道 就是这三个平均中位数跟重数 哪一个可以转换成Z分数或T分数 好那Z分数其实它在这边 它这里有 其实这边已经有那个暴雷 这个就是Z分数 标准分数就是Z分数 OK 现在你们可以知道 这是为什么那个集中量数 我们通常会用Z分数 我们通常都要去先计算出那个平均值的原 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是有充分的条件支持我们呢 这个资料可以用Z分数 或者常态分布或者是T分布来处理 OK 好那这些公式我是不想一个一个重新说你 因为我这里都有翻成中文的 你们自己看就可以 最主要重要的是你们会不会把它 这有碰到真实的资料 知不知道该什么 好 不过刚刚我们看标准分数那边 带出了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标准差 标准差我们 其实它是变异量数的其中一种 那这边变异量数它介绍的还蛮多的 有介绍到了 那个 5 12345 这5种 那我刚刚问 我刚刚不是介绍卡方 我们在谈卡方分布跟F分布的时候 有提到说 它的量数是必须要是平方 符合平方定义的 那么标准差可以吗 最主要问这一笔 我最主要问这个概念 标准差 我们先看一下标准差的 标准差的公式 有没有 我真的好像没有 哦有 我们看一下这里 标准差 它可以直接用那个 用那个卡方分布 或是F分布处理吗 凯哲觉得可以吗 那那有没有其他同工 觉得有意见 有不同的见解吗 有人觉得不行 有意见 好吧 我跟你说 如果说是很龟毛的数学家 会说 有开更好的就已经不是平方 所以真正能够放用那个卡方 或者是变异 或者是F分布处理的只有变异数 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吹刃统计法里面有一个叫变异数分析的原因都在这里 OK你们现在只要知道这个就够了 然后我这里做一个说明 因为这里有介绍一个有一个这个变异量数是我很少在其他统计书上有看过的 这里是这个四分位兼据 好 四分位数兼据 他这边应该是有一个 四分位数兼据呢 有一个平均绝对差 没有没有没有 我考错了 本来是想要跟你们讲一个的 但是 再想一下 这边这边 这边这个中 这边有一个细节啦 我因为我是在翻译的时候我是注意到有这个是在这里 有一个平均数绝对差 他有一个氢气 叫做中位数绝对差 好那这个东西 让刚刚在集中量数中 我那个我们少 少少谈到的 一个量数呢 让他有 可以用 常态分布跟 T分布处理的 机会了 就是 中位数搭配这个 中位数绝对差 的开根号 他就有办法变成用 Z分数 他也是一种变成一种 Z 也是一种Z分数 那这个 在 过去比较少见到 但是这几年 包括我自己最近的研究也 也开始 碰到用这个中位数绝对差 来处理 资料的变异 好所以大概跟你们提 提一下 也就是说 在集中量数里面 其实除了平均之外 中位数 如果你有办法 如果你有办法 你能够也同时去算那个中位数绝对差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用 用那个 用那个 Z分 用常态分布或者是 T分布 来去处理它 好 不过到底 那个我们实际的资料要 用 就是 你们会碰到的实际资料会不会用到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只是说这就是跟你们提 就跟你们提示 就是分享一下我的经 我的经验 好那这唯一的孤儿就只有中数 因为它真的 就是说 它其实是一个纯粹描述用的量数 大部分的状况下 那真正你要能够用到推论方法 通常都是要它有一个 几率分布上的特征 所以你们在这里可以再经过那个 重新在学习过几率跟几率分布后 可以再重新再去检视 描述统计里有哪些量数 其实偏太语和风度 也是一种一个几率分布的 那个就是刚刚讲到那个 我们在 T减定 T减定这边看到的这个浪导 它其实 比较我自己觉得 我是觉得它比较像是那个 偏太的参数 我刚刚一直想 一直 一时之间 想不到适当的 迷 想不到适当的 迷 适当的 解释 解释 就是 在 你们可以这个 另外做个 做个 笔记 就是 这个 T分布这里开始看到这个浪 这个浪 它其实是一种那个代表 几率分布 那个偏太的参数 那当然也可以 当然也有一些 几率分布 比较复杂的 它就会 有 要有参数 是代表它的 风度 不过我们 还不会碰到 因为 碰到这个 风度的几率 分布 就代表说 你所探讨的 这个 资料性质呢 已经超出了人类 所生存的 三度空间 这个 有兴趣你们去 看我这里 介绍 到那个什么 偏太跟风度的公式 去瞄一下 就 就知道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们只要当作是个 你们 这辈子不知道会不会碰到的 都市传说 就搞不好 好 那这个描述统计的 这个 这个 复习提示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啊我们就最后来看 统计图